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请说明 我们要了解 我们的国民义务教育延长为9年 是在民国56年开始实施 所以我们要了解 在不同年龄的人 他们出生的时候的或早或晚 会导致他们在应该完成 10月的年龄的时候 所能达到的教育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目前 大概一般来讲 现年其实是 1947年 我看看要算一下 现在1956年是国中第一届 所以1955年之前的人 以他来讲 以他的年龄来讲 1955年之前出生的人来讲 他的国民教育就是6年 所以1955年的人 他要来担任国民法官 他应完成的国民教育 就是国小 所以如果依照 因为我们国民教育的延长 是跟着不同的年代在推进 那我们认为呢 国民法官已完成国民教育的 具有国民教育素养的人 这是一个积极的条件 是OK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考虑到不同年龄人程 他所当时 在他受教育阶段 所能完成的学历来 所能具备的教育程度来看的话 是否能够把第12款 改成 因为他是写用未 我本来想是 技术条件是说 完成 已完成国民教育者 这是技术条件 那如果要否面的话 是不是未完成国民教育者 但是这个可能听起来更差 因为用负面形容 都具有对人家的一种 歧视跟惩罚的意见 所以 因为这个我们的第13 14条 他是以负面表列 不得被选任 那不得被选任 你描述的他的身份或职务 都是正面的 独独在第12款 是不得选任 又要未完成什么 这个部分 可能在表达上什么去处理 再请大家来发挥智慧 但我个人会接受说 已完成国民教育者 得选任为国民法官 这是我是觉得是可以的 好 因为每个年代 每个年代完成 国民教育的年纪是不一样 那我们先目前先这样处理 那看有没有更好的文字 以后再 大家再集思广益 那14条 我们就是照修正版 主席 那个同等学历 是不是也应该加进来 同等学历 就是未完成国民教育 或同等学历 没文字你们再去想好了 我觉得这个在细者的部分再去定 因为我们只要定个原则就好了 如果他已经完成国民教育 以他能力完成国民教育 应该可以但选任为国民法官 这个原则去处理 不是 那到底是同等学历 是要摆进来 还是不要摆进来 就是说你虽然是没有完成国民教育 但是你有国民教育的同等学历 是不是 因为他没有完成啊 你在讲的时候他有同等学历 不是也矛盾吗 户籍法中的教育程度 你同等学历是同于该完成国民教育 他通常写国中程度 因为我们户籍法当中 他在做教育程度的认定的时候 他是在细则里面规定的 他大概是以国中毕业 或具有国中同等学历 他的教育 以前有教育程度助记的时候 就写国中 国中程度 国中教育程度 国小教育程度 高中教育程度 过去我们在户籍当中的助记是这样的 我们过去的身份证 有教育程度的时候 他是把毕业跟同等学历 都视为同样的教育程度 是啦 这不是我的问题啦 我的问题是说 现在司法院的概念上面来讲 是讲说 如果你没有完成国民教育的话 你就不得被选为 还是是说 如果你没有完成国民教育 然后呢 或者是你没有具备同等学历 你的概念上面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用于始终可以解决 但是你的概念是怎么样 那你怎么样子确定 就是如果他有 经过国民教育 因为他很好查嘛 对不对 学校都有记录 有毕业证书等等 都有资料可查 那你的没有具备同等学历 你是怎么判断 他是没有具备同等学历 来听讲 目前在教育单位对于同等学历 他有一定的一个认证 所以这部分应该是以公家机关有认证的部分为主 但是你现在是负面表列嘛 你并不是正面表列嘛 如果你是正面表列的话 他是 我觉得 比如说他有毕业证书 他只要有毕业证书的话 那他就不会是 未完成国民教育嘛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要 所以我才先问你说 你的概念到底是要 同等学历的概念要纳上来 还没有 同等学历你刚刚讲说 如果他去教育相关单位的话 他必须要去申请或必须要去取得 那你怎么认定他是没有具备同等学历 你现在是负面表列 那是不是400月你们再看看 相关的文字怎么调整 现在大家一致的方向就是 未完成国民教育嘛 那分每个不同的年代 那是不是要再去放同等学历 或者类似的文字 跟确定他的范围 你们再去研究 那我们现在14条 我们就先照这个修正版 我先就是13款我们拿掉 12条12款我们修正为 未完成国民教育之人员 那就照两院版及周春明委员提案 修正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15条 请宣读 委员周春明的19人提案第15条 女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15条 宣读完毕 好 那请问各位委员对第15条没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两院版及周春明委员提案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16条 请宣读 等一下 我要请问一下 就是说 这个第15条的第9款的地方 因为你们每一次写的那个方式 我只是想请教一下 像你这个地方就讲说 有具体事正 足认嘛 对不对 然后你在前面的地方 你的第13条的地方 你的第13条地方 你的用语就是 有事实足认嘛 所以你的 你在用语上面不一样的时候 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含义 你的第13条的地方 你说只要有事实就可以的 然后第15条的地方 你要有具体事正 主任 它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它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来 那个 我们邱法官来讲 好 来邱法官 是 跟委员报告 有关于有事实足认的那部分 他我们刚好已经删除了 那 如果跟这一款对照的用语来讲呢 我们在认定是不是执行职务 有难期公正之余会更严谨 那因为我们基本上 推定所有我们来参与的 候选国民法官 应该是都可以公正审理 那所以我们希望是 在选任期日 具体在判断 这位候选国民法官 是不是能够公正审理的时候 能够有更明显的 呃 试证能够看得出来 比如说 呃 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所审理的案件都是重大案件嘛 在本法试用的案件都是重大案件 那我们不能说大家媒体上有听闻这样的一个新闻报导 就认为他一定不能公正审判 我们希望说在选任期日的时候 检察官辩护人他们提出的问题 经过候选国民法官回答的内容听起来 然后他的呃呃 回答的内容 或者是他有显露呃相当的一个市政 再来做这个判断 而不是说呃 我们觉得说他呃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因为他听过这个新闻 或看过相关的报导 就认为他是呃 有难其公正治愈 所以我们是比较严谨的一个规范 对但你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啦 哈 因为你原来第十三 没有错 他是已经删掉了 他是已经删掉了 我我知道 因为今天早上讨论的时候 就是说他删掉 我知道他删掉 但我说你原来在草泥这个法案的时候 你有两种不同的写法嘛 就表示你两种不同的写法 你认定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我才问说 当你在讲说用事实 或者是讲说要有具体 你一个你用一个词是用事实嘛 对不对 你另外一个条文用的是 要有具体的市政主任 我就不太懂你在写不同的条文 原来写的时候 你既然用不同的字 一定有他的含义嘛 那那个含义到底是什么 对 一样一样 是 其实这个最初应该是从官审条例写过来的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 就这个之前的条文继续做讨论 那确实可能在操作上差别不大 差别不大 这样就不应该了 真的很不应该 我这边有官审的那个条文 没有这一项 没有这一项 你在前面 你在前面从第一条到第十几条 你是抄官审的条文 没有错 但是你只把官审员改成那个 但在第十五条的部分 你这一项 第九项的部分 是新增的呀 你第九项的部分是新增的 以前官审的条文的第十五条 里面只到第八项而已啊 没有你这一条的 没有你这个第九项的部分啊 所以你现在讲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讲说 他是从官审超过来 真不是啦 你知道我这边有官审的条文啊 里面就没有这一项嘛 但我倒不是讲说你加这一项是错的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当你在你那个条文的时候 你用字的时候一定有你的原因嘛 那你前面第十三条的时候 用一个事实 后面十五条的部分 你现在是讲说其实没有原因 那也是一个回答啦 你知道 只是说有时候你习惯用事实 有时候你习惯用具体的试证 还是是说它是有 我只是问你 就是说你们通常在用的时候 会用不同的词的时候 通常来讲它会有一定的含义嘛 那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含义的话 它也是一个答案啊 没有 没有 没有差异性 只是说 这个时候写的那个人 他就 这样写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就是在具体的选任程序做认定 这样子 那你其他的地方就不要写事实了 你其他的地方就应该全部都是同样的词 就是说具备那个具体的具体事实主任 市政主任 是不是这个意思 用语上可以统一啦 如果其实我们所要达到的立法目的是一致的话 我们认为是可以统一的 好来 座委员 那请教 这个第十五条大概是写说 跟里面的被告 或者反正是同案的这些人 两兆有利益关系的人嘛 那如果我们是第六款 写到辩护人啊 代理人 意思就是差不多是 我们认知的像律师这种 对不对 他的委任律师这样的关系 是不是 没有错 那如果说是好 他的委任律师没被抽中 同一个律师事务所里面的助理 或者合伙人 或者股东这一类的被抽中 他们会不会在第九款里面 被你们认定为 那个 有执行职务难期公正之余 会不会放在那边 因为如果那种 他可被抽的国民法官的人数太少 那律师事务所真的几个 抽一抽说不定就会抽中 那在这个状况下 会不会被排除掉 来 彭廷长请说 确实如政委员所言 那我们现在所定出来的一些具体事项 它大概就是一些非常具体明确的一个部分 那但是除了这些之外 难免有委员所提到的 比如说他不是辩护人 但是他是辩护人的助理 当年曾经在这个案子当中跟某一个当事人或是被害人之间有一些 恩怨固旧关系或者是在诉讼上面的极端的对立 那这样的可能会导致这个 我们的国民参与审判会不受信任 所以呢 这一个事项确实可以透过第九款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具体事项的话 能够认为他执行这个持户难骑公证的话 那可以透过这一款来做一个筛选 谢谢 那我再请教 因为你这想事项 背景算不算事项 譬如说你在一段时间之内跟里面某些关系说他们曾经共事过 或者你是辩护人的助理 他还离职了 那叫事正吗 也算事正 好 李委员 那个今天早上的时候你们在写那个用字的时候 你就常常去引用那个 不管是法院职权法啦 法官法啦 律师法啦 那我要请问一下说 当你在写这个新增的这个第九项的地方 你在写的时候 那为什么你在写的这地方强调要有具体事正 主任 那你在你在那个 不管是这个民述也好 刑述也好 你在讲法官回避的时候呢 你这个都都没有那样子啊 你这上面都只有写说 有这个什么样的情形 主任他执行职务有偏颇 我的意思是说你 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你的用语你的写法 就跟其他的法令的规定不一样 你不是也认为这个 今天早上我在听你在讲那个时候呢 你想说 国民法官也是法官啦 所以那个法官里面的规定呢 他也应该要遵循呢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你写法又跟法官法的那些的写法呢 又不一样了呢 好 来 秘书长 那跟委员报告 确实当时在人民官审事情条例查完第13条的第10款 我们有这样一款就是有具体事证啊 主任其执行职务有难其公正之余 第10款 你把13条的部分 把他这一次把他挪到第15条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OK 你把第13 原来在第13条的部分你把他挪到第15条来 那你把他挪到第15条来 你的写法为什么跟法官法的那些的写法不一样 是因为国民法官他有他的特殊性吗 跟职业法官是不一样吗 还是什么样特别的道理 还是是说没有 他就是单纯的把他条文挪掉的时候 就直接把原来你的部分挪掉 挪过来 没有去再去看其他的那个法条的规定 跟 来 委员长请说吧 那个法官法他是 他已经是法官了 一个职业法官了 所以我们那个基本上是在 就是法官伦理规范里面会去处理这些 那或是用回避去处理这些 但是这里是国民法官 我们从国民里面来挑国民法官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些条款来筛选 那不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写法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你就算是回避 你这个决定的人是谁 也不是国民法官自己决定不是吗 你这是国民法官自己决定吗 不是 对他既然不是国民法官自己决定的话 那跟你的回答是有什么 我的问题是说你把它当成法官 你的写法会是一致吗 对不对 那你现在不要一致一定有你的道理吗 那那个道理是在哪里啊 来 彭厅长 谢谢主席 谢谢委员 那跟委员说明 在法条的用语上 我们常常会试它的这个规定的情形 采取不同的法条的用语 但是它的内涵可能是一致的 那像具体市政 这四个字也累为很多的法律所规定 那有事实主任这样的情况 也是我们很多法条的用语 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定的上面 那它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具体的事实 去做这样的一个内涵的规定 那至于法条的用语如何呢 那就尊重委员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改用语啦 只是你概念上面是这样 那我要请问一下 你这个地方 当你如果说 你就是说 有 就是说你只要第九个是 执行职务有难其以公正之余的时候呢 它就不符合这个资格 跟你这边有具体的市政主任 如果我们用政委员刚才的那个例子来当的话 你的具体市政是说 具体市政是单纯的只要证明说 他跟他是同一个事务所的合伙人 或者是员工 就已经是具体市政呢 还是是 还是说不行 除了他是 他的合伙人 或者是员工之外 还要怎么样子 比如说这个人呢 他通常来讲 他是 对于事务所的事情呢 都是把他当 我就不懂你的具体市政是什么啦 就以政委员刚才举的例子来看的话 你的具体市政是什么 是只要同一个事务所 就是有具体市政 还是说不行 除了同一个事务所之外 还要有其他的行为 来司法院 好 跟委员说明 那是否在执行职务 有难其公正之余 在每个个案当中 他可能有不同的一个状况 那刚刚政委员所提到的 可能是一个例子 那他是不是有在事务所 同一个事务所工作 那这个背景之外 他是不是能够主任 他在执行职务 有难其公正之余 这个都是未来 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事实 可以认定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听到没错的话 就以政委员的例子来讲的话 如果他是在同一个事务所 你还是不认定 他会有难其公正 难其公正之余 你必须要是 他在同一个事务所 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 你才能够讲说 他不符合这个资格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刚刚 我听起来你的意思好像是这样 但我只是要确认一下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在行使 那个就是拒绝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理由 对 就是在选任的时候 是 那个 就是因为要挑选国民法官嘛 那在我们法官的部分 就是已经 他是 已经是职业法官了 这是用回避来处理 我刚刚报告了 我们行使用法十八条 他第二款有这样一个规定 就是当事 一有走列前行之一者 得申请 法官回避 就是 第二款就是说 法官有前条以外情形 主任其执行 职务有偏颇之余 那么这个他虽然用语不同 目的是相同的 就是最后还是放在逐任其执行职务啊 有偏颇或是难其公正 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当然所谓的具体市政主任啊 就我们 这是不同的用语 是没有错啦 但是 总是在强调说 你要有具体市政 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标准吧 到仿珠四海应该都是一个被接受的标准吧 只是说有事实主任 或有具体市政主任 或有具体市政主任 那但是这边就是具体市政嘛 第一个要具体 不能用描绘的 然后还有事实跟证据 路员是不是这15条 我们就是照两院版跟周恩的提案通过 我没问题啊 我没问题啊 我只是要他区分一下 到底有差异性还是没有差异性 那听起来是说没有差异性嘛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16条 请宣读 委员中村立等19人提案第16条 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16条 宣读完毕 好那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好立委员请说 我还是觉得你在这个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标准 都不明确 比如说你的这个第16条的 那个第5款的地方 你说这个 他有严重执行国民法官 这个职务呢 会严重影响他的身心健康 然后你也讲说影响他身心健康之余 假设我们讲说那个是那个 因为你这个适用国民法官会是10年以上嘛 所以基本上来讲都是重罪 对不对 那如果是那种暴力犯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要看很多的很血腥的照片的话 那是不是会影响他的身心健康之余 第一我不知道啦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 你还不是讲说 这个有严重影响他身心健康之余 那那些的是不是会影响我不知道 然后你讲说 你又讲了一个说 因重大灾害生活所仰赖的基础 受显著破坏 然后有处理为生活重建事物之必要 这个也都很很模糊 我搞不清楚说你是 你这个东西是是讲说 是这些的国民法官 他只要提出来 你是故意要让他就是很模糊 所以国民法官他如果不愿意的时候 他可以用这些很模糊的来 要求说他不要参与是不是 你是故意让他很模糊 还是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 来 没有讲你请说吧 我们要把条文定得说 那个很非常非常具体 当然是比较难的 那这个是法律的基本的特性就这样 那那就是我们在第五款 执行国民法官对国民法官职务 严重影响及身心健康之意 当然那个李委员刚刚提到的说暴力犯罪 那个就是我们考虑的情形之一 我们在说明栏有举例 这个确实在日本也曾发生过这样的具体个案 那就是说这个 这个案件涉及 比如说这个案件涉及杀人 而且那个手段凶残 那里面有大量那个血腥的证据 那有些人他自己评估以后 他觉得他他没有办法承受 那么他就可以来申告 拒绝被选任这是他的权利 另外一个就是 他如果说因为重大灾害 那我们也提了 这是在宋明兰我们也讲了 比如说地震或是土石流 那这些造成他 国民的居住处所或是工作场所毁损 那么他赖以维持日常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 严重破坏 家人离散等等这样的情形 那他我们也应该允许 他可以拒绝来担任国民法官 或卖为国民法官 是这样 好李委员 来政委员第一轮 这个我们第一项的写法 得拒绝被选任为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这个得拒绝的意思是 我拒绝了 那你们一定准 还说我可以不接受你的拒绝 这个一定要准 这一定要准 第在27条 27条 27条的第二项 这个一定要准 那如果一定要准的话 如果一定要准的话 那就是你是让他 那就是你是让他通常来讲你是一定要准 你就会让他很明确嘛 就是说你是符合还是不符合 你会很明确的有规定的时候 那碰到这种情形你就一定得准 那但是呢如果你不是一定要准的话 那会有一个国民法官他认为他有这样的情形 然后呢你去才是说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 可你这个地方讲啊 比如说像你的第八款 所以我才问说 你是不是故意要让他很模糊的 还是是说怎么样 因为你看你第八款的地方 你讲说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的重大需要 然后这个执行他的职务呢会显有困难 那比如说我假设一个单亲的家庭好了 假设一个单亲的妈妈好了 那他这个你让他就是说他去当国民法官的时候 那他也没有办法去虽然有待遇啦 但他也没有办法去兼顾他的小孩啊等等 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他就符合你的这个第八款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可以回答吗 请说明日大 好我们在在我们的说明栏就有提到啦 说我们法院应该是个案的具体情形 尽量弹性的认定 尽量弹性就是要弹性的认定 刚才不是才回答政法官就是说 只要是那个 对不起 政委员 你刚回答政委员的时候呢 你刚是讲说这个法院不可以拒绝吗 但是要符合啊 那符合你不能说 那你还是会认定 当然啦 你还是会认定 要符合这些 这些条件 好 政委员 那个民主长你讲的符合就是认定嘛 对 那认定的话就是 还可以被你否决啊 意思是这样啊 我假设一个状况 不符合 不符合 不能平空 第二项嘛 对不能平空说 是这样啊 譬如说这样好了 第八款 因生活工作家庭上重大需要 要执行国民法官 被位法官显有困难的 因为你这个是以通知书道为准嘛 对不对 如果假设一个状况啦 因为这个第八款这个理由 在人下来啊 我说我有重大困难 你也不能说 你没有重大困难 你也没办法去查嘛 如果说 突然某一个状况 有一些团体 甚至是媒体 发动 那个辖区 的国民 就是说 大家一起来抵制 那每一个人都跟你讲 我第八款 那你们怎么办 尤其都小的哦 譬如我举例来说 我们大家讲 在离外岛 他人本来就不多 那如果前面有个案子 弄到大家不高兴了 那那个判决 很显然 跟他们在地的人 的认知不同 轻判的或中判都有可能 然后他说好 下一庭 我们这边集体拒绝 发生这种状况 所以第八款就来了 那你们有能力去应付吗 就是你要行持 你的否决权的时候 你们这有能力吗 所以怎么操作啦 你们怎么操作 基本上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十六条的第八款 来认定 尽量就是要符合啦 不过就是像我们宋明兰讲的就是 如果是个案具体情形来弹性认定 那如果真的到像郑委员所讲的那极端的情形发生了 大概我们要回到刑事述用法 那个移转管辖的情形 就是行事述用法第十条 第十条的规定 来移转管辖 那么如果 另外一个情形 就是另外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回到本法 这个我们这个草案的第六条 让他回到由 就是裁定不行国民参议审判 然后让职位法官来审判 就十六条 你们大概是 你们想得到的把它放进去啦 大概也没有办法完全 完全都写在法条里面 那你说可以用行事诉讼法移转 那移转之后 还要用参审吗 你是要用参审 好 周委员 我是可以同理 十六条很难制定的 很完整啦 这就跟我们才不久审过 特别条例一样 对于 指挥官的紧急处置作为 会不会侵犯到 国民的人权 那是不是需要事后 再有什么救济程序来认定 大概会刮一漏万 所以 我觉得这一题是想象题啦 那只是说看谁的想象力比较多 比较丰富 那可以再加进一点 不然的话以这十款来讲 大概是穷尽司法院 他们的想象当中 国民法官在受选任的时候 他拒绝的可能理由 就跟小学生不交作业 跟老师讲的借口 可以有很多种啦 那到底接不接受 那就回归到第27条 由法院去认定嘛 那法院如果认定 那就接受嘛 那这个也不受限于这十款 好 那十款当中未定的 他要援引其中一款 来跟法官要求 都法官认为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条 应该因为从来没有实施过 就先推一下看一看 未来我们再慢慢聚焦 看看国民最常用哪些理由来拒绝 再看事我何以再来修正 第一次的创设法 可能要求这里 可以稍微不要那么严格 以上 好 那十六条我们是不是就照两院版及周春明委员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十七 第三节请宣读洁明 第三节国民法官及被为国民法官之选任 宣断完毕 好 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第三节洁明 我们就照两院版及周春明委员提案通过 那我这边再补充宣告一下 今天稍早我们通过的第七条 还有第三章章明 第一节节明 第十一条 还有第二节节明 都是因本期提案内容与两院版提案相同 所以我补充宣告如下 就照两院版及周春明委员提案通过 谢谢 接下来讨论第十七条 请宣读 委员周春明委员十九人提案第十七条 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十七条同 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委员对第十七条有没有意见 来 委员 在这里想跟司法院这边做个提醒 因为我们这个 在我们最后一条里面提到 这个草案会定在 一百一十二年的一月一号实施 那我们在启动这个 就是法的同时哦 这一条是在说每年九月 也就是说一百一十一年的九月就开始要准备调那个被选的这些名单了是不是 那这样子法院依据有没有 因为在上一届我们即使是由司法院更行政院定支嘛 所以有些条文可以先行 如果是由你们两院会选的话公告的话可能可以先行 可是现在我们如果定是一百一十二年实施 那一百一十一年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作业 有没有法院依据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感谢委员的指教 那确实是我们在一百一十二条 我们还要在家里修饰才会比较完整 确实是 好那就到一百一十三 一百一十三 就到一百一十几条 一百一十三条 一百一十三条就是我们在做修正 好 好 委员没意见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照两院版及周春明委员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十八条 请宣读 委员周春明等十九人提案 第十八条对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十八条 续文部分除默据改为其余委员五人 由院长聘任下列人员组成之 以及第三款默据的部分改为将指派之人 改为指派之代表一人 以及第四款部分在律师代表一人后阵列 管辖区域内无律师公会者 得由全国律师联合会推荐之 其余相同 宣读完毕 好 来 这条应该是配合律师法的修正吧 那把委员的人数再明确 所以这样的小组是几位 六位 七位 一二三四五五位 好 请问各位委员对这条条文有没有意见 来 立委员 我也是想请教一下 那个你们的用词上面 常常有不一致的情形 你那个你那第四款地方就讲说律师代表 代表嘛 那第三款的地方他又不是代表 就是你在用词上面来讲 他有不一致是说只是单纯的轻忽 让他用词一致上面会有什么困难 好 等一下那个就 邱委员 你要先发言吗 好 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 到底那个规定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就第三 其指派之人 到底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局处长指派啊 因为那律师公会不能指派 律师公会大概都 都用选的嘛 推荐的嘛 那是不是也不能指派吧 不是 那不是我的问题 我问题就是你去读的时候 你会看你的前面的地方是一人一人 然后呢 你到后面的地方呢 就是他的代表是一人 还是说像我们与会的官员好多人 然后有时候你是指派之人 然后有时候你到底是代表一人 到底是哪一个啦 来请司法院说明 第四款那个是律师公会推荐的 律师代表啦 这个我们用代表的用语啊会比较合适 那么第三款是民政局或民政处长啊 然后是他他他他没有没有办法来参加了 他就他只派一个人 他就他只派一个人 你上面没写一人啊 不是 那民政不会有两个民政局长或两个民政处长 我的意思说 比如说秘部长你今天不来 你请副秘部长来嘛 一人嘛 对不对 还是说只要是你指派的人 通通都在里面 到底是 如果要明白的写 他指派 那个李委员我的版本有把它明确化了 就指派一人 就代表一人 所以那个周遭伟的他的部分是变成指派之代表一人嘛 对是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是按照修正的通过吗 还是到底按照哪个版本通过 可以啊我们也赞同啊 所以大家 大家的意见就是照我的版本通过嘛 对不对 来周委员 这个 这个审核小组哦 我是建议第五款拿掉了 钱款以外之该地方法院辖区内社会公正人士一人 我常在讲这社会公正人士 我们在各个法律上面都没有定义过 所以这个人有可能最不公正啊 每个人都有背景啊 所以你前面都是机关代表的 那你是不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准数五个人的话 是不是什么高院啊 还是谁再找一个 你去找社会公正人士啊 你到时候变成这个组成的这个人 一定也是地方法院院长去指定 那那个人 你有很多你也不知道的东西不一定公正啊 那反而是他再来审核的时候会发生问题啊 我是建议不要用公众人士啊 他不是基数吧 那应该还有五位 我问一下 好来冲委员 就是这个第四款是说律师公会推荐嘛 代表一人 那现在那个地方法院法官一人是说 是由院长指定吗 然后另外一个是第二款 地方法院对应之检察官一人嘛 那这个人是地检署推的 还是说是这个院长 这个召集院长当召集人去指定 因为这个这个你如果没有规定清楚的话 那到之后你指定 那就是地检署说 那人家又不想要让这个 就没有要推这个人 那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那同样的 刚刚郑委员提到那个第五款 也一样啊 那这个是院长指定一个当 这个社会公正人士吗 那这样的话就是 你这个条文的设计是有意识的 要让院长有这样的一个指定的权利吗 还是说怎么样的规划 好来司法院请说明 如果要在这里定名也可以啦 那要不然留在那个34条 由司法院来定执法 也可以啦 另外一个就是政委员提到的问题 说把第五款删掉 这个会让那个主席经常的 因为院长后期指定是 不能当召集人 他就会是主席嘛 那如果 如果主席以外的人是4票的话 你常常要投票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 要想办法让主席以外的人 他就是5票 主席不用常常投票 如果你有人数单基数的设计的话 那这个公正人士很显然 他就要必须被相信是公正嘛 可是你选了一个人来 如果讲真的 没人要查的啦 这是社会人士 你不如你去定一个 比如说民事听刑事听各一个还是怎么样的 我没有意见 就机关代表你们处理掉就好了 社会公正人士会是你们最不确定的来源 我是建议不要 第一款跟第二款是不是 就是法官一人是当然 就是当然的委员 警察官也是 那是不是给他的法院去派 就是像你们现在在推荐 那个法官什么委员会 评件委员会 那个类似的选举嘛 对啊 那应该是在 会跑到34条规范吗 还是这个也不用规范 反正就是判有代表性的 这条第一款跟第二款怎么操作 像律师都用选的嘛 他们现在推荐 大部分都用选的嘛 或者是 没有大概不会用选的 这个地方法院的 就就请教啦 就是这几款将来 除了第三款比较明确之外 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会是怎么操作 你们认为会是怎么操作 我们法官法第七条 他是有规定那个法官临选委员会的委员 那个法官代表七个人是司法院院长提名 应选名额三倍人选 送人审会从中审定应选名额两倍人选交法官票选 那是全国的呢 对那程序比较复杂 程序比较复杂 那 或者你们原来的规划 这个法官议员应该不会院长指派吧 这个应该不会吧 还是法官会议什么的 这条你们再想一想 我们待会再回来讨论 18条我们待会再回来讨论 那个等一下 我那个18条 你们那个司法院想的时候 可不可以顺便考量一下 那个中委员其实我是比较赞成 那个就是多一个多一个公正人士了 当然我我可以知道就是说 你觉得这公正人士可能不公正 可是因为你看到他在这个 做国民法官的时候 几乎你看全部都是 除了律师以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官方的 你知道全部都是官方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民间的单位进来 其实我觉得也比较能够平衡 因为毕竟官方的立场 他在他的官僚体系里面的认定的事情呢 跟一般的民间的认定 其实他还是会有差距的 所以我觉得是有民间的团体进来 其实也是挺好的 因为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我一开始就讲 社会公正人士 在其他法律有写到的时候 从来没有定义 所以会变成说 谁是社会公正人士 还是要从地院里面 他去挑一堆公正人士的名单 那公正人士本身大家讲真的 就是各方意见不同 每个倡议团体好了 NGO好了 每个大家主张也不一样 你说他公正 别人说你不公正 所以这公正人士会变成不公正的来源 那如果是机关代表 反正是审核小组 我也不认为会一定要投票 所以你如果弄个公正人士 反而变成争议来源的时候 你后端被选任的国民法官 就会连带的效果 所以我是建议说不用自找麻烦 没有 就是 就是那些公正人士上来 反而变成他其中被质疑的点的时候 真的没有意义 那 要把公正两个字拿掉就好了 那你一样是抽签就算了 如果你抽一个非机关 反而你就是要一个民签代表 公正不公正拿掉 律师也是民签代表 好 那个中委员 接下来邱委员 我们这个社会 都喜欢用正向形容 这个卫生纸就很卫生吗 所以我是觉得 过去我们交流一下一些实务上 过去我们在当地方首长副首长的时候 经常要选任 民间人士来参与一些会议 那只是说美其名曰 在所有的设置办法 都会写社会公正人士 那比较如实的说法 就是周伟说的 就是社会人士 就是指非以上的人 就叫社会人士 只是为了让首长在选的时候 感觉上好像是说 出去玩就出去玩 出去玩就要自强活动 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用识习惯 加不加公正 我都觉得可以接受 反正就是非上述各款由首长选任的民间人士的意思 那当然这个国别有政委员说的这个不公正的来源 或许名词上就不用再美化了 要去玩就去玩 不要再自强活动 好谢谢 接下来邱委员 这个社会公正人士这一款 实际上运作的结果是不是就是 到最后是由院长派 我意思是这样 应该就是一定有判断吧 法院来推举而不是院长派吧 否则的话这样有好几个人都是院长派 是不是 然后 第一个应该是 地方法院的法官用什么样的方式 投票还是推举的方式 那第二个是说 应该是这个对应的检察署的检察官 他用什么的方式投票还是怎么样 去把他推举出来吧 然后第五款就 就变成是院长直接派 然后资格好像也 社会公正人士这好像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限制这样 好李委员跟 接下来邱委员 我觉得这个很恐怖 本来我还是认为 本来在中委员发言之前 我会觉得说 有一个民间不是法律的背景 的人参与他比较会好一点 但中委员讲完之后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 按照中委员讲话 那我觉得那我宁愿就是删掉 这太恐怖了 这个如果说你现在要把公正也拿掉 本来选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标准 将来人家还有一个challenge 他说他为什么是那个 那你现在是变成说 哎呀没关系啦 只要社会人士 我通通我要谁就谁 这很恐怖 如果说选项只有这两个的话 那我会倾向于说 那既然 本来我是希望 就是说有非法律人 这个 在里面他比较能够知道 他比较能够知道 因为法律人毕竟他所学 还有他接触的东西 有一定的那个 那个界限 所以有一个非法律人进来 其实我本来认为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才讲说 有一个非法律人其实蛮好的 可是如果按照中委员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太恐怖了 你再回应一下 我们要认为法院院长会选一个不公正人士 那也是可以challenge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名词上去 做文章没有意义 这就是一个社会信任的问题 法院院长会请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人士 那这个没完没了啦 好 中委员 还在讲 中委员 不好意思 我是建议是不是他所属的高分院 派一位法官好了 因为案量也不多嘛 你后面来评估成效 那让他的上级再来推荐一个 不然的话你不管选公不公正一回事啦 你这个地方法院的院长 他决定了那么多人 你要说投票 大家也可以讲说那都是你的人啊 才是没有必要了 不如找个长官来好了 你要找长官我觉得干脆就不要算了啦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不是因为基本上面来讲 基本上面来讲的话 法官其实他们的案件量 其实都还不少啦 所以你现在又把他要拉出来这一边 本来又不是法官要做 你现在又多把他拉出来 然后他的案件量又那么高 品质会不好吗 好啦 那个 好 谢谢 那个司法院再想一想 就是审核小组 事实上就是一个程序的准备而已 不是法官领选文会 也不是什么领选文会 大家再想一想 18条我们待会再回来确认 我们接下来讨论第19条 请宣读 委员中村民等19人提案第19条 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19条相同 宣读 好 那这一条就是讲审核小组的职权 大家来看看他们有做什么 很那个 了不起的事情 好 那委员没意见的话 我们这一条就照两院版及周春明委员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20条 请宣读 委员中村民等19人提案第20条 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20条 相同 宣读 完毕 好 那请问各位委员对第20条 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 我们就照两院版及周春明委员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21条 请宣读 委员中村民等19人提案第21条 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21条相同 宣读 完毕 好 请问各位委员对第21条 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 我们21条就照两院版机 来邱委员请说 这一条是不是可以请这个秘事长稍微说明一下 那他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省 就是说随机抽选 选出该案 所需人事候选法官 然后必要调查等等 这个具体上是怎么运作 可不可以稍微说明一下 来邱委员请说明 可以让我们求法官来说明 好来请求法官说明 是 跟委呃 跟委员报告 第二十一条这个随机抽选可以说 呃就是我们 案子一旦起诉有试用案件之后 具体个案才开始做的所谓小水库的抽选 那如果我们待会审到后面 就有两种抽选的方法 第一种叫做先呃做询问 询问完再把这些具有 不具积极资格 且具这个消极资格的这个人选 先剔除 最后才随机抽出正式的 国民法官对国民法官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是呃先编序号 呃就是说先抽出一定人数 然后编从一号开始编 那每一位呃这个被编序号的候选国民法官 接受简便的呃这个讯问 然后行使负理由跟不负理由的拒确权之后 如果没有被剔除的就自然依照他的顺序 成为了正式的国民法官跟被位国民法官 这个在后面的条文会呃处理到 那这边只是一个呃一开始的 先抽出呃一定人数的呃候选国民法官 然后通知他们在选任期日前来 接受这个选任的一个程序 以上报告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那你一定人数嘛 你这里没有规 我们的版本有规定说不得低于45人 那你的人一定的人数 那你这个是要怎么运作 因为看条文看不出来 是 好来大概这样子抽选 大家抽多少人 是当然呃 如同委员所讲的 规定一定的人数是明确 不过就是说 各地方法院接受通知要前来参与被抽选的程序 的人 他的出席率是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可能要看具体的一个呃 呃 呃 所以我们没有很硬性的规定说 一定要 抽几个人出来 那比方说我们也许 呃 呃 有些辖区他 国民法官是六位 后 呃 倍位呢 最多可以到四位 所以呃 简单来讲 我们可能要预备至少18位 会被选 呃 这个使用 呃 怎么讲 做这个筛选的一个呃 呃 人口分布特性等等 来做这个规划 这是我们没有很具体是说 呃 要定多少人的一个原因 以上报告 你没有定一个 这个最低的人数 好 是不是 如果你没有定一个最低的 这个人数的话 那会不会有问题 来 那个抽法官 要不要有一个最低的人数的一个 限制 呃 当然 定的话就是明确 可是这个 到底最低多少人一定可以选得出来 呃 这个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能够肯定 而且 呃 呃 就是说 如果 尤其在这个施行制度的第一年 我们其实 呃 不很清楚每一个 地任下去的这个 这个到场状况 所以可能 呃 比较建议是说 会不会 比较宽的一个抽选方式 会比较好 反而 呃 如果通知太多 呃 应该讲就是会比较打扰到比较多的民众 所以我们 没有去定这个 上下线这样的一个规定 希望比较具有弹性 以上报告 好 那应该是 先 就是 就是事办嘛 因为不知道说 大概 大概每个地方到场的人数 就 就法院决定 好 那我也没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两院版及周春明委员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二十二条 请宣读 委员 周春明等十九人提案第二十二条 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二十二条相同 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我们就照两院版及周春明委员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二十三条 等一下 二十三条 请宣读 委员周春明等十九人提案第二十三条 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二十三条相同 请问各位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我们就照两院版及周春明委员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二十四条 宣论其日 请宣读 委员周春明等十九人提案第二十四条 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四条相同 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这一条 好邱委员 四条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淡书 就是被告得以选任其日到场 但法院认为不适当者得禁止或限制期在场 那这个 这个到底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可以限制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 就是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限制 来 请说明 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说明栏就有提到 如果被告有不适当的行为 或是他的在场对候选国民法官造成心理压力 导致没有办法自由陈述这些情形 法院可以认为说 被告在场是不适当的 但你将来要审判 他还是要在啊 如果他之前会害怕 那之后被选任的时候 还是要面临这个问题啊 这个 其他立法例是怎么样 好来 彭廷长 谢谢报主席 因为这个选任 目前还在我们 当时随机抽选的 非常大的一个样本数之下 进行海选 以及了解的一个程序的阶段 那因为国民参与审判案件呢 全部都是采取 强制辩护案件 所以他一定有简便双方呢 能够来 在选任人选上面呢 进行适当的这个情形 那如果说被告到场 他有这个意愿 而且不会妨害 这样的一个选任期日 那 也不会对这个候选的人 产生影响的话 那这个 当然是 可以让他到场 但是如果他到场 会产生这些不当的影响的话 那这个时候 法官就可以 法院就可以做一个 禁止 那或者是采取隔离被告 和候选国民法官 那利用视讯传送 或是其他适当的隔离方式呢 那让被告他也可以语文 这些相同的情形 那但是又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影响 那毕竟 我们现在所这个选任程序当中 会到场的是 非常多的这个候选国民法官 不只是那六位 和那四位的这个国民法官 跟被位国民法官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采取了一个 但书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规定 好 来 林委員 假设啦 只是单纯的假设 因为你 我们要想像嘛 因为你现在会试用这个 呃 参审的 都是重大的这个 呃 刑事案件嘛 好 那 那你现在 你现在 你原来的规定啊 你原来早期的那个规定 是讲说 你必要的情况之下 会 命被告 在场嘛 你现在反过来的规定 是讲说 被告可以在场 但是你认为不适当的时候 你可以禁止或限制他嘛 好 那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如果那个 就像刚才那个 听长提到的 你现在刑事案件 他这个假设被告是凶神恶煞 好 那那个 他是 地方的角头啦 好 举例来讲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被告在的话 对于那些的 呃 就说那些国民法官的候选人 来讲 他是不是 第一个他是不是 造成他心里的压力 是很大的 一个情形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产生嘛 因为你现在变成说 他都可以到 好 只有在什么样的情况 只有在说 比如说他有 不适当的肢体语言 或那样的时候 你有具体的证据 才认为说 法院认为 不适当 可以禁止或限制他在场 是不是 那如果说他没有 他只有坐在那边 凶神恶煞的样子 看着的话 那那些的国民法官 不会被他吓坏吗 我是说你的 你的 你的法条的写法啦 原来你在官审的时候 你写的这个地方是讲说 必要的时候 你法院可以命被告在场 也就是说 你法院认为没有必要的时候呢 因为他都有辩护人嘛 所以在选国民法官的时候 你就你就是让他的辩护人 跟检方来讲 他们去去去去去去去选就好了 可是你现在换一个方式写了 你现在换一个方式写 看起来好像是差不多 只是那个反面的方式写 可是你的写法变成说 被告他是有权力债的哦 他有权力债 只是说你认为他不适当的时候 你才可以不让他债 那我的意思说 你刚刚又举例说 你不适当比如说他的肢体语言 或什么样的情形 那如果今天这个被告呢 他是很有分量的 在这个黑道上面假设啦 那他坐在那边 他不需要有肢体语言啦 他本身在那边来讲 其实对于其他人来讲 他的威胁性就已经蛮大的 这一点上面来讲 司法院怎么说呢 来来 确认再说明 再发 刚刚厅长说的 我有点不太明白 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要求说被告不可以在场 那你通过视讯的方式 然后让被告去预文 那被告同样也看到这些人不是吗 那而且这些国民法官也知道 被告是用这样的方式来 也知道他们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自私一分耶 我觉得真的是 是不是有必要有这样的规定 而且刚刚主席也讲啊 那你之后选 你选任了 然后你当国民法官 那之后 这个审判 这个进行 被告一定是在的啊 那被告没有到场要 我无法想象说被告没有到场 要怎么进行这个接下来的这些审判呢 那他不是选任 我知道 如果同样的在选任之后 你在公开公判庭上面 你在进行所谓的这些诉讼的程序的时候 同样也有这样的状况啊 那我的意思是讲 他是两件事情不一样 审判的时候你被告当然那个 但问题是在他在选任的时候 对国民法官候选人来讲 比如说假设因为他很有分量 他他本身已经对国民法官 就是说他他敢国民法官 他其实有时候 比如说假设他根本也不想参与这个事情了 那他会不会就是说 知道说谁不想参与 然后谁怎么样 然后对这个国民法官 在案子没有审之前 就造成他心理上面的压力了 那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选出来的国民法官 其实就不是 就很难要求他 今天早上又提到说 国民法官有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也要处罚 又要什么样子 那我觉得对于国民法官来讲 其实并不是很公平的 好 司法院是不是做一个统一的说明 让我们求法官来说明 好 是 谢谢委员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这一条 同时要考虑两个 因素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被告辩护人这方面要 之后要行使这个不负理由的拒绝权 那 如果不让被告完全禁止他到场的话 只有法院必要的时候才叫他来的话 他可能没有办法跟他的 呃 辩护人做一个理想的一个沟通 那这个是有关于他的权力部分 那这个是有关于他的权力部分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考虑到 就是说这些候选的民众 他心理上的一个压力 那 那在某一些状况下 确实他 呃 在选论程序 他可能 呃 在表达 简便在问他 他有一些资讯他可能 不是很喜欢让太多人 包括被告知道 所以我们在恒品这两边的一个顾虑之下 基本上当然我们要保障被告到场的 呃 一个权力 他才能够去行使 跟辩护人沟通 行使不负理由拒绝权 那另一方面 如果他 确实造成了 这个候选民众的压力的时候呢 呃 可能就要考虑用限制的方式 或甚至到要到禁止的方式 让他 不要造成这个选任的一个困难 以上报告 好 所以 好 来邱委员 欸 剛剛邱法官讲 如果是这样的话 齁 那个第一项 法院应通知检察官辩护人 这没有通知被告 那没有通知被告 他要 怎么来 就是说 你的第一项 应该 法院通知检察官辩护人 还有被告啊 因为 辩护人跟被告是两个 两个事情嘛 那 除非说 你的设想就是说 啊 你通知辩护人之后 然后送达证书 回去之后 那这样就算已经 合法送达了吗 其實就是这条原则上 还是 因为他们要行使拒绝权嘛 所以可能辩护人跟被告要讨论一下 原则上他还是可以到场 那如果有相关的状况才法院来限制 大概是这个制度的设计啦 可能也要考量到 被告他在选任辩护人的权利 那当然在例外状况下 大家要做一些限制跟禁止 谢谢 谢谢 这个 这个如果没有通知被告的话 因为 他十年以上有其居民之罪嘛 那 那 可能 太半的状况 这个都已经是在 激压的状况了 那如果 你没有通知被告 那变成是说 你要科与辩护人 有一个 义务 他必须要去 律见 他必须要告诉他 但是实际上 比如说他是公辩 或者是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 这个辩护人也未必说 会去 这样做 那如果他没有去这样做的时候 哇 糟糕了 那 被告就没有通知到了 所以 实际上的做法 不太可能这样做啦 应该是说 本来就是 法院 寄传票给 这一个 被告 寄传票给 辩护人或檢察官 那 他就是个别的看 他的 被通知的 这个状况 来 秀委员 讲的没有错 因为 第二项 如果规定说 被告得以 显认其事到场 那么第一项 就 法院就应该 通知检察官辩护人 及被告 好 那 那个 福民法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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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你 如果被告原則上有到場權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通知他 那他如果不到場呢 你要住民居嗎 你要寫說他得不到場嗎 這個應該也蠻 因為這個 就是你現在通知他 那你要不要註明他得到場 還是他應該一定要到場 可是一定要到場的時候 你再來做限制 如果認為有不適當的時候 再做限制 這個他可以 他可以不到場 那個通知是我們法院的義務 他可以不到 我們會在那個 在傳票或是通知書上面去註明 這說兩個狀況 就像秘書長講的 一個狀況是說 通知了但是他不到 那但是第二個狀況 就是這個彈書的狀況 就是說通知了但是他要到 那他要到 就變成說是彈書這個狀況 但法院認為不適當者的禁止 或限制其在場 但是這個是實務上是要怎麼操作 就是說 不要讓他在那個場 在那個地方 但是你要在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 然後讓他可以 育文嗎 因為 這 這個 這效果我覺得 好 那剛剛邱法官 講的就是說 因為你之後 要不具理由行使 具缺權的話 那他都沒有 參與過這個程序 那恐怕這樣 又剝奪 他的程序的參與權 將來恐怕又會 又會 又會 有問題啊 那到底 那你要讓他 育文的狀況 這不在另外一個地方 還是說 要 要 要怎麼勝利 我是覺得 這個 但書沒有必要 因為 就像剛剛主席講的 將來 你在這個 審判的過程之中 本來大家就會 在一個 公開的 這個 法庭裡面去 做 審判啊 那有 必要說 特別針對 這個選任的程序 然後 把它弄一個 但書 弄出來嗎 坦白講 今天 其實 被告在場權 這件事情 其實在刑事訴訟法 或者是憲法上面 這是非常 重要的 不管說 他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 被 起訴啊 那現在 如果你任何一個 實務上 你任何一個 程序 被告沒有到場的話 然後 你要進行這個程序 馬上構成 刑事訴訟法 379條的 這個 事由馬上就 上訴對不對 就是上訴馬上就撤銷了 所以 這個 我實務上 向來的見解 就是被告的 在場權 這個部分 應該是一個非常 非常重要的 一個 他做一個訴訟主體 因為我們現在一直在 說 他不應該 像過去一樣 做一個訴訟的課題 他是一個訴訟主體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被告的在場權 好像 而且選任 國民法官這件事情 對他未來的審判來講 事實上是 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 是不是就 二十四條 第一項就 加上被告 第二項刪掉 跟主席報告 第二項可能還是要保留 因為 留一些彈性 讓個案去處理 那 就是說 這是國民法官 選任的過程 那 選任之後 他就 天審了 那 那 就是 第一項要通知被告 這是 確認 這是被告的 這也是他的權利 那 把第二項的 但書保留 但是 就不用在前面 被告的 選任期日到場 就是 我們認為 他也應該到場 那 保留給法院一個 認為不適當的時候的 一個 裁糧 挫援這樣子 可以嗎 那這個替代措施是什麼 就是 因為那個理由裡面 事實上 是提到說 是用視訊 如果 如果說你要替代措施的話 從這條文是看不出來 對啊 變成是 有這個問題啊 替代措施就是說 讓他 也可以 看到 這樣的狀況 以便他將來行使 據測權 不過 這個看起來是 從這條文是看不出來 就是一般刑事審判的時候 證人在場的 證人 就是 被告在場 那證人如果說 有一些心理上的因素 他不願面對被告的時候 證人是用視訊嗎 應該是透過變音啦 沒有視訊 就是透過變音的方式 在另外一個場 不是在同一個房間嗎 是證人不在同 不在審判庭 不是被告不在審判庭嗎 所以這個就是被告的權限 權利啦 不曉得可不可以這樣類比 那現在邱委員的意見 只剩下說 我們 可以 可以 禁止或限制 但是你的替代的 替代的措施是什麼 這部分要再明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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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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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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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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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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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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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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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